联盟大事球场风云跟着油泥哥看看NBA到底发生了哪些趣事 比赛开始,杜伦率先挑战国王的内线 随后博洋接球再度命中中距离得分 眼见国王内线空虚,杜伦甚至在反击中玩起了花活 自己运球一条龙得分,这可给小萨气得够呛 梦幻脚步连续转身,勾手完成得分 不料博洋今日日手感火热,底线接球三分再重 又对小萨完成抢断,助飞杜伦起飞暴力扣篮 小伙子也是懂得感恩 下一回合扎实掩护给博洋创造空位机会 稳稳载重投篮,而湖顶出现空位机会 当然是手拿把钻 为了改变低迷的士气,小萨不得不拿出老爸的绝技 灵巧转身,不过这次采取面对面的暴力扣篮 而杜伦也是年轻气盛,拉开单挑就是一个抛射 又连续给队友创造机会 同一位置的三分连续命中,活塞在主场打出了自己的气势 国王本想靠自己的第六人蒙克上场改变比赛 谁知道今天活塞状态十足 博洋底线突破打成2加1 一众年轻人也活力满满 连续抢断快攻,气势如虹 幸好国王也有自己的年轻人 冷面杀手莫里连续杀伤内线取分 又在反击中给小萨上球 冲入内线打成2加1 福克斯也终于找回状态,压绍中距离帮助球队努力追分 一边再战双方的气势完全翻转 莫里继续自己的外线三分命中 小萨也在低位单挑,一战欧洲内线的全能伸手 不过博洋也是欧洲老将,压绍中距离帮球队稳定军心 又在湖顶突破分球,助攻好久不见的乔哈利斯 连续两季三分,让人回忆起曾经那个神射手 而论起进攻火力,两代第六人开始了自己的对标 蒙克也在外线接球命中三分 伯克斯不甘示弱,立即同样位置还以三分 谁知道福克斯暗中偷袭,45度三分,突失冷箭 末节决战活在连续成功防守,杀入对手禁区,频繁得分 这可击坏了国王重将,经典的小萨手递手配合 让蒙克在第四节率先引来爆发 出众的活力给莫里创造机会,只要给我三分出手机会 那么迎来的只会是连续的得分爆发 小弟们给力,当老大的也不能一拉到底 福克斯找回手感连续的寻找机会单打 开始了末节节关比赛 而随着小萨再次接球上篮得手 国王基本锁定胜局,收下比赛 好了,今天的游泳哥说球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